清点核对抽检出关装车 2位1号从美国洛杉矶飞来的2700箱16200件防护服等 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 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顺利清关出库 随即投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湖南战场 直到在微信群里看到物资被接收 美国佛州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颜耀阳 佛罗里达州湖南同乡会会长范晓芳 及资深理事曾尹卿 华盛顿州湖南同乡会会长刘畅 南加州湖南同乡联议会会长梁增小梅等人 才稍稍把心放下 大眼彼岸 100多位参与这场抗疫接力的湖南相亲欢欣鼓舞 希望这批防护服能够到最急需的前线医护人员手里 我们对这场战胜这场疫情有信心 也希望家乡的所有人们 大家一起团结努力 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个疫情 连日来中国各地口罩短缺 防护服吃紧 医疗物资告急等消息一直令海外侨胞揪心 美国多个乡籍同乡会组织 并积极发动在美湖南相亲 为万里之外的故乡募集医疗物资 在美国掀起一场扫货行动 联系厂家 采购物资 购买散货 对接湖南省侨办 短短四天时间里 100多位在美湖南相亲就募集和采购了 16000多件合乎医疗标准的防护服等防疫紧缺物资 为了让这批物资能最快抵达抗疫前线 在美国的湖南相亲进行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好不容易在德克萨斯州找到一大批医用防护服 然而就在确认过程中 这批货又被别人买走700箱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用借货公司的信用卡来付 因为这个总有16万多 但是在我们决定付钱的时候 对方要求现金 所以这中间又经历过取决 取决去我们老乡炒钱 因为那个货事很多人都抢货 就是好像不到一个小时是有别人买走了700箱 所以当时我们也非常着急 因为那个货款没有落实 颜耀阳告诉记者 因为资饮亲公司账户上只有5万美元 一时间他们急得直跳脚 在湖南省侨办的货款担保下 刘畅立即决定自己用全款现金拿下这笔货 共16万美元 付完款 他的账户上只剩下0.65美元 物资从德克萨斯州发货抵达洛杉矶机场 正常时间是三天 但这样会赶不上最早飞回湖南的飞机 为此 资饮亲一直在跟美国的物流公司联系 告诉他们这是要到中国抗击疫情用的 请求他们帮忙 最终 这笔货仅用两天抵达机场仓库 刘畅 梁曾小梅和南加州湖南同乡联谊会理事长李秋红 带领四五十位老乡义工 早早地守候在机场仓库 物资一到 他们就进行重新包装 制作标签 做出口打包等 而在此前 为了弄清楚货物能不能上飞机 海关给不给走 防疫打不打标等每一个关键环节 李秋红等人甚至提前几天就守在仓库里 免费给仓库帮忙 为抢运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批货呢 也是满载着我们在北美的湖南老乡的一片心意 在这里 我希望告诉老乡 我们呢 与你们在一起 记者当天在收货现场注意到 一张张贴在货物上单个字体足有八展大的红色长沙二字 格外醒目 记者了解到 这是梁曾小梅八十多岁的母亲所写 老人家一共写了两百多张 就怕货物在运输途中被拿错 马亚密西雅图洛杉矶三个同乡会所在地均相隔上千里 但湖南相亲克服困难 通力合作 一百多人每天睡眠不超过五个小时 流畅更是因为太过疲劳一度休克被送入医院 但侨胞们表示能够为抗疫尽一份力 他们不觉得累而是由衷的开心 接下来还要继续寻找货源 希望能多运回一些抗疫物资 据悉 这批抗疫物资是由湖南省侨办 湖南省侨连发动美国乡籍同乡会紧急采购的 价值两百万元人民币 目前已交由湖南省政府统一调配 在此次行动中 湖南民营企业老百姓大药房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